过了的话有两段式左转 有 有带证券吗 那个路不是才一道线吗 为什么不能定着左转 两道啊 那你是要插死车吗 什么意思 那我打1999点净就好了 违规左转招来下 其实李治县突然断开 压榨老板性的钱 以为老板性的钱很好赚吗 一杯米虫 健保一定会这样打 铁饭碗 热 铁饭碗 一吃 自己违规还扯上健保 骂远景是米虫 越讲越生气 直呼不公平 你宁愿照逃你直接罚我 你罚我两万吊销牌照 为什么前面那个女的 你不剪指 不管原警怎么说 男子火气超大 越讲越气 当街暴走 为什么我欺骗那个 也是违规左转 你不剪指 然后你来压我 你听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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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骂不雅自言 还夹杂中英文 事发就在台北东区 研及街口 其实违规被开单是小 出言入境 涉嫌妨害名誉遭提告 这下才知道 待机大雕 最后以两万元跟当事远警和解 同样脱续举动 还有这位大哥 喝得醉茫茫 在屋内跌倒受伤 救护人员紧急到场 帮忙包扎 台上担架送医 没想到男子突然坐了起来 朝救护人员胸口梦踹还骂人 一脚踢向我们的同仁 左胸口有点差受伤 事发就在台北万华某茶室 65岁成心男子 酒醉受伤 攻击救护员 害得他左胸受伤 遭提告伤害及妨碍公务 最后赔偿四万元 不论酒醉还是一时冲动 入警攻击 错得离谱 最佳一等 这一脚更是陪惨了 记者叶伟林华雅乔 台北报道